隨著議長宣布結果 西班牙最大黨領袖 費霍緩緩起身 神情嚴肅向同黨議員致議 上週九月二十九號 費霍在任命阻隔的第二輪信任 投票中失敗 政府再次陷入空轉命運 今年七月下旬 西班牙舉行國會大選 用意在野人民黨拿下一百三十六席 成為國會最大黨 而現任總理桑傑市領導的社會勞工黨 以一百二十二席緊追在後 由於兩黨都沒有獲得國會過半數席次 無法單獨阻隔 各黨之間只能協商 這份保證和希望顯然沒這麼真切 近十年西班牙議會懸空局面不斷上演 二零一六年國會在一年內 舉行兩次大選 政治僵局長達十個月 不料時任總理拉霍伊 執政不到兩年 所屬的人民黨就爆出貪腐 最終國會通過不信任動議 推翻政府 才由現任勞工黨桑傑市上台 然而二零一九年大選結果 又呈現了更加分裂的多黨林立狀況 內經談判結盟和重新大選 才順利組成政府 沒興趣沾上國會混戰 加泰隆尼亞持續抗爭 要求獨立公投 但目前國會兩個家獨政黨 卻是國家能否有新政府的關鍵角色 眼看廢禍阻隔困難 社會黨積極爭取延續執政 以往公開反對特赦分裂主義人士的桑傑市 為了穩住左派票倉 似乎也有讓步迹象 他將會做一件事 跟加特蘭尼亞持續抗爭 但我們看到這星期 是他並不想爭取 爭取非禮 他讓這工作 變成普通的社會主席 事實上 社會黨和家獨政黨 這兩個月的確有許多合作 例如家獨政黨在八月中旬投下 關鍵票數 使社會黨議員 阿爾曼哥順利當選議長 社會黨九月則在國會中提議 讓加泰隆尼亞語等少數語言 作為國會正式語言使用 然而隨著家獨勢力 接下來提出無條件特赦流亡領袖 普伊格蒙特 並要求獨立公投合法化 社會黨幾乎不可能答應 這個月二號 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世 再次依照憲法召開新一輪磋商會議 一億會見各黨領袖 催促盡快協商 組織政府 但這輪談判 就如這位無實權的國王 過去十年經歷的禁十場磋商會議一樣 依舊無法預測 西班牙政局能否逐漸賣向穩固 公視新聞兩言變異